5月9号 陕西西安飞机动车车道上 停着一辆银灰色宝马轿车 一男子在车后对一女子掌握踢打 并多次欲将女子塞进后备箱 事发后 民警联系到该女子 经询问 她说与涉事男子是男女朋友 两人因分手闹纠纷 双方自行处理 11号下午 女子来到派出所要求调查此事 妹妹透露 一开始没有选择报警 是因为男友多次威胁 在殴打的过程中 男方声称要弄死她 后来还不断对她和家属进行死亡威胁 妹妹称 印象中男方已经打过她四次 而且都是在公开场合 男友打她时 还两次把她塞进车子后备箱 男友在看到路人报警之后 还曾威胁说 她要是进监狱就找朋友把妹妹弄死 对于网上诸如拜金女坐在宝马车里哭等言论 妹妹表示 车是自己买的 男友并未出过钱 车辆的证件保险单都是妹妹的名字 华商报记者尝试联系施暴男子魏果 5月12号上午 警方表示 案情正在调查 有进展将向社会公布 新京报动新闻综合整理报道 更多新闻资讯 请下载新京报客户端 Carol 的 整理&男生 前车辈